來請問一下你知道我們的國家叫什麼名字嗎 台灣啊 那請問一下中華民國是什麼 台灣啊 台灣 你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那我請問一下中華民國是什麼 台灣 台灣啊 那請問中華民國是什麼 中華民國 什麼 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國家嗎 好最近似乎還是真的蠻少聽到中華民國這四個字的 君君去做了一個街訪問大家說你是哪裡人 是不是幾乎大家都是跟你說我是台灣人 對而且你問他中華民國是什麼他會嚇到他會愣住 而且甚至有時候你在問的時候他會說我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很敏感 我就覺得很可悲喔 因為曾幾何時我們說出自己國家的名字或是川國旗役在身上變成是一種好像很奇怪的事情然後也說不出自己的國家是什麼 那我真的是覺得民進黨政府這種洗腦的方式真的是贏了 因為當我們從費省開始這些小道具大數的或是把我們的課綱裡面把中國史拿掉這些一切的一切當你漫不經心不覺得它是一件大事的時候 那我現在已經真的是一發不可收拾了其實包括我自己也是喔為什麼我會去做這個民調是因為有一次我在跟網友聊天 我也不知道中華民國是什麼耶 我一直以為就是台灣然後網友就開始笑我問我那中華民國是什麼 我以為中華民國是我們加在年份前面的一個名稱而已就是民國108年 我以為只是加在民國前面的名稱就自行補腦因為我從小聽到的就是中華民國是台灣或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所以我一直沒有中華民國的印象在腦子裡然後我現在才終於明白了原來當時滿清政府把台灣割給日本的時候 那後來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再把台灣還給滿清可是那時候已經沒有滿清啦那該還給誰 就是政黨的輪替 政黨的轉換那當然就該還給當時的政黨那就是中國國民黨嘛 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道理現在還在搞主權位定論 其實這個是現在喔在海外旅居在海外的僑胞最優心的 很擔心 對 你可以看到其實有時候我們在直播的時候喔 這個經常來跟我們留言喔 都是海外的僑胞不管他是來自於這個什麼新加坡或者是日本還是美國 然後他們就是非常憂心就中華民國不見了 但現在真的中華民國你不覺得真的不見了 真的不見了 現在學生的教育就是你的國家是什麼 台灣 國家台灣 你的國家竟然不是中華民國 可是你知道村長更恐怖的是喔 有人是知道是中華民國 但他告訴你 我不喜歡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現在講中華民國代表你支持韓國瑜 現在講你是中華民國的人代表你是草包 或是你是紅媒 紅的 把你摸 歷史哥你知道現在新課綱把中國史已經併入了東亞史了 而且呢把這個中華民國在台灣開始的時間好像都做了修改 我認為現在的課綱是完全不符合所謂的國際現狀 大家來看一下我這個圖 這一定要做一個糾正稍微說明一下這個機會 因為我們要知道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的代表議席 也就是說其實在世界上大家可以去查聯合國的地圖 事實上台灣 澎湖都是 包括台澎金嘛 都是劃在所謂的中國的範圍之內 那這個明顯就很明顯 那為什麼要一直強調中華民國或是一中呢 大家了解在所謂的一中呢 在台灣這個一個中國的架構之下 因為我們沒辦法超過這個一中的架構 所以在台灣我們稱之為一中各表 在大陸我們一般說一國兩制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叫它一中兩制 一個中國兩個制度 為什麼我不能稱為一中兩制 那在美國是one channel policy 大家要知道在國際架構之下 每個國家之間都必須遵守這個架構 所以聯合國就是最大的 就像人有社會人際關係 那國有社會就是國際關係 就是聯合國 那國際就規定這個 那能突破這個框架只有一種東西 那就是力量 那你有力量嘛 我們又沒有核子彈也沒有原子彈 所以很簡單的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要強調中華民國 因為中華民國就像一個保護傘一樣 為什麼在這個一中架構之下 大陸常常在講武統武統 那武統是什麼意思 武統是說你從中國分裂出去 我要武力統一你嘛 統一一個中國 但是如果你喊 你喊中華民國就是在一中架構之下 他怎麼統一你 我們好好的把我們的自由 民主還有法治呢 發展得很完善 然後他是不是可以回去滲透到對岸 那是不是有一天如果對岸也民主化 我們才有談的機會 這個事情呢應該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每天拋棄一個中國 那你是要戰爭嗎 現在大陸比我們還緊張 因為大陸蠻尊敬孫中山 對啊 然後他就看 怎麼台灣把這個中華民國弄無件 他們比我們覺得說 這個才是真正的保 而且我們台灣人不知道 華僑其實有大概超過兩千三百個人 在看我們中華民國這一面國旗 因為他是多少人的鮮血 在這個精神上面 不過不管怎麼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 我們明明是一個有名字的國家 但是我們的總統好像總是不願意把它給說出來 感謝這個國家的民主機制 扛起這個國家的未來 這是我對這個國家最深切的期待 請給這個國家一個機會 我和新政府 將領導這個國家的改革 從根本的結構來解決這個國家的問題 從這一刻起 這個國家的擔子 我會讓大家看到這個國家的改變 是的